喜道福道好运道 机器人也来到了 这阿福是要干什么呢 阿福要 今天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 要给大家送上一个特别的祝福 我们都说啊 现在是一个智能化的时代 那智能化执行人的命令 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种艺术创作怎么样呢 今天阿福就要展示一下 我们一个智能化的机器人 对中国传统书法的传承 这可难了 不容易 他原来呢叫Yumi 就是You and me 你和我的意思 但是今天来呢 来到我们现场 因为他要送上一个祝福 所以说他叫阿福 给我们写了一个行李的 行云流水一般 不得就这么写成了 你看人家这个铺纸 战墨 书写 然后呈现 展示给大家合成 厉害 起来接福 谢谢阿福 谢谢阿福 阿福你能不能再多写两幅 再找一个 阿福你写一个 换一个不同字体行吗阿福 我也需要啊 对 来阿福继续 整个环节像极了一个魔术杂技节目 画是非常沉稳 是吧 对 按照自己的程序有条不稳的进行 你看看 但是他的书法呢 你看他画好了以后 你看他要这个纸了 对 然后这回又拿手了 哎呀 他左右开工 左右开工 你看人家欠笔还比较专业 你看 很专业 在他这个位置呢 一个细细不拉 那就是反写 对 他是道的写的 他是道的写的 对 哎 好像 这是一个什么 不太一样的字体 对 字体变了 非常棒 而且你看他的笔风 哇 这个笔子好可爱 哇 谢谢阿福 你看 公公进进的呈上一个 接福 你是优先的 对对对 就这一次 对对对 好嘞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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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不差我一个 你看 你再写一个呗 你看 那多年了 但是阿福说 你们哪儿来的这么多人 要出这么多 怪你了吗 是不是 你看 我特别问了一下 我们这个工程师 我说阿福这些动作 怎么练成的 他们说 特别请来了一个书法家 然后直着阿福的手臂 让他有一个过程的 技艺 根据这个采集的数据 最后编制了程序 那也就是说 他这个字跟书法家 是一模一样的咯 但也不同 书法家呢 每次可能会有 情绪的不一样啊 轻重的不同啊 但是他每次都是 我们用一句行话 叫知公知令的 完成我们的认识 就比我们很沉稳 对 情绪都一样 是吗 接福了 这个怎么也得是我的了吧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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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来 你干什么 给给 谢谢阿福 就这么费了 站边上就是不行了 阿福很棒 没抢到 但是阿福呢 很乖 因为阿福就学了三个福袋 你看 那剩下两个福袋 怎么办呢 对呀 张老师 您的最后一个您拿走 如果你们俩不闲进 要不您上手 刚才您说啊 他这个每一个字的一笔一滑 就跟说法家学的是不是 对 我听说的是跟您学的 不是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学习阿福的 是呀 你看 你看 赵老师 请不来 我们俩没有福字 我给你拿着话筒 是吧 和群哥 来 那接下来 你就亲自写两笔 给我们好不好 我向阿福学习 好 好 选之笔 你看 你看这个填笔的动作 跟阿福一模一样 阿福看好了阿福 学习的时间 阿福又学了一首 对 又学了一个字笔是吧 第四种 阿福说你在我的面前写 真是给我挑衅着 阿福说你的字比我的大 你是个比较废墨呀 好 完成了 孙琼哥 我来替你展示好不好 好 好 给他迫不及待 到我的手里了 我就不撒手了 刚才那个已经练手过了 下个这才是我的 移走龙蛇 您看看 这字球具有力 好 好 潇洒飘移 一笔合成 好 好嘞 这个我就不跟你讲了 完成 肩服 我肩服 我肩服 肩服 谢谢 我们一定要来一个 五福临门好不好 我们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送上我们的祝福 福禄受洗 五福临门 谢谢 谢谢 好